我们再来关注南方洪水 受近日持续强降雨的影响 湖南 广西 江西等地有60多条河流 昨天发生超警戒以上水位洪水 其中 湘江下游更是发生了超历史水位的洪水 截至昨天晚上22时 湘江长沙站水位39.49米 超警戒水位3.49米 从空中也可以看到 湘江的橘子州似乎是沉入了江中 横跨湘江的橘子州大桥盘桥尾段 已经被江水漫过 此外 长江中下游的干流 莲花唐至大通江段 及洞庭湖 鄱阳湖两湖水位也继续超警 南方各省区已经累计投入抗洪居民50多万人 为应对长江一号洪水 给长江中下游带来的防汛压力 国家防总与长江防总已经决定 进一步调度上中游水库的群 蓝蓄洪水为中下游减负 7月1号以来 三峡水库也持续减少出库流量 蓝蓄了长江上游越五成来水 准备 感谢观看